快一点哦 还没比赛前 杨俊翰打工 先应记者要求 到饭厅和最速男的 牌匾合照一张 OK OK 然而才到客厅 准备看电视加油 悲剧发生 关键时刻 刚进门的姑姑 忍不住惊呼 电视机竟然给她 笑头了 画面一片黑 现在还紧张吗 当然很紧张 众人立马决议 即刻前往邻居家求救 然而才出家门 是断讯了 所以家人没有第一时间 看到俊翰 扯到云台的画面 邻居家传来一声惊呼 紧接着连串鞭炮声 原来一席人还在移动过程 杨俊翰已经冲过了终点线 邻居大声叫好 然而请注意 俊翰是夺牌了 但阿公还是 来晚了 孙子夺牌 无缘了 好家在 还有重播 尽管拿下银牌 阿公还是为杨俊翰 感到很骄傲 然而电视 到底怎么坏的 电视到底 电视修好了吗 好好了 是命运的作弄 还是老天的安排 电视修好了 这句话 姑姑喊得最大声 原来电视 根本没有坏 而是骑电动车的姑姑 误把MOD的插头拔开 换做自己的插头 充电 害了阿公 白白走一遭 这一切只能说 好事多么啦 简单为了 严禁宇 华林报道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